規避責任 迴避問題 我想民眾不會給你任何機會 所以包括我們看到 在當時相關的鑑定過程 或是在整個工程施工 開挖11.95公尺 如果我們回過頭檢視 並且去調查 有任何刻意規避責任 也就是我們12公尺就必須要做事前的結果檢查 有任何這樣的情勢 當然我們必須要來全面的檢視 整個機制以及SOP 所以我也會成立大小組 來就整體過去所建議這樣的SOP 以及審查的機制 讓台北市帶頭來改變SOP 同時政府更有主動積極的角色 我們會來做全面的檢討以及盤點 市長想要再問一下 因為昨天網事件說 這個建商這邊給不出觀測資料 他說這怎麼會這樣 他覺得這非常的棒 昨天我們已經正式發文要求 建築公司提供我們的觀測資料 所以這個我們一直要求他們提供 所以我要再次的重申 現在現在建設你要做的就是負起責任 出來面對 不要迴避問題 把該做的事情相關的安置跟照顧所在住戶 做好 不要有任何現在還夾帶 核建一項書等這樣的狀況 我想這個會引起出負很大的反感 現在你就是要負起一切責任 沒有第二條路 市長想請問青島的那一戶啊 後續它是可能會要拆除嗎 青島的這個建物 我們透過市公會市理事長 還有很多專業人士 目前判斷的確是必須要進行拆除 沒有辦法來入住 所以我們也即刻的盤點南港七三的設宅40戶 也準備好相關的水田瓦斯家具 然後讓我們這25戶 它有二房一三房可以選擇來入住 我們先做這樣的安排即刻的規劃 好 那這個勢必是一個中長期的工作 那至於青島戶以外 青島建物以外的 我們最快大概明天甚至星期一 就可以回家 只要在安全無余的情況下 目前整體監測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位移 這個我們也會請相關技師他們來協助 市長昨天那一份意象書 好像讓很多不了解法律的居民都非常頭痛 覺得說是不是利用他們想要趁機來試 看他們的狀況 所以昨天我們在現場即刻的安排我們的律師 來給予專業的諮詢 也再次的提醒相關的束戶此時此刻 一定要確保相關的權益 我們也即刻的協助大家 相關不止法律諮詢 即刻採行的保全程序 假扣押 證據的保全 以及後續提出的損害賠償的訴訟 也讓住戶安心相關的律師費用 我們特別是政府來負擔 市長那因為現在這個機態建設 都沒有看到負責人有出面做說明 那剛才李副有說機態的這個重機 你可能在中途回來 這邊你有了解到嗎 那使命官市長怎麼感覺機態建設整體的態度 是不是很詳細 我要再次證告機態建設 即刻的出來面對問題 不要規避責任 同時把該負起的責任 負起 我昨天也已經強調 如果沒有負起該負責任 你也休想在台北市動一個案子 我想今天市民朋友都在看 我想過去所建議相關的機制SOP 我們會深刻的來全面的檢視 該修改就修改 該要改進就改進 我們會成立一個專案調查小組 李副市長會來同仇 我們從機制面要徹底的改變 從台北市開始做起 讓政府的角色更主動積極 所以機態建設這部分 我們會再次強調要求 說來面對中午的確 李副市長會和他們總經理 在現場這邊進行相關的溝通 我們希望讓市民看到 機態建設負起責任的態度 所以我要再次強調 你現在就是負起這責任 沒有第二條路 否則人民不會給你任何再一次的機會 就這麼簡單 市長那如果說一瓶混一瓶 真的成真的話 這樣機態的形式 就有機會再繼續賺錢 這時候都不是討論相關核見 或是讀任何的議題 我們現在就是把住戶的安置做好 不管是短期安置 長期的安置 他們生活上面還有很多提出 工作上以及孩子就學的問題 我們現在都一一的 來提供協助也都解決 那後續現場整個安全的問題 我們也持續的監測 也謝謝我們市理事長 算你的團隊協助大家 那目前都沒有任何的位移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將住戶返家 甚至回來拿取物品的騎乘往前 我們希望盡快的恢復周邊相關正常的生活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呢 在這個大使的名宅 他現在意外的現場 那剛剛台北市長蔣萬安已經出面 一再的強調要嚴查重罰 並且已經提出了假扣押 防止建商脫產等等 他也落下重話 他說機械建設一定要出來全面的負責 否則休想在台北市在推任何的警案 謝謝